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在這個2019年南港的一個機車展的一個會長 那我們現在看的呢就是COSO的這個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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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展場的一個地方 那今天呃 呃 呃 所介紹的呢就是這個COSO最新對應FORCE專用的一個這個封鏡組 那我們看一下 這封鏡組喔 它是對應原廠的一個大盾牌 大盾牌在這邊 然後在COSO在這邊有開一副模具就是針對於大盾牌的一個角度 那在大盾牌轉動之後直接鎖上模具這個底座 那底座再鎖上一個這個封鏡的一個部分 那基本上呢 呃 強度還不錯 基本上因為原廠的大盾牌其實在FORCE來說它扣的很緊 所以呢在這個方面的一個強度呢 齁 大家可以看我晃應該都還不錯 我都有一定的這個 不會說喔 會跳的很厲害 我們用手過一下就知道 它不會這樣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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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 然後封鏡其實也蠻厚的 用手涼的話估計應該有0.5公分左右 估計的一個一個素質 然後封鏡呢就是一個灰核色的一個部分 然後呢 我們仔細來看一下 其實呢全部都已經模組化了齁 呃 重複一次底座呢直接鎖在大盾牌上面 那鎖好固定好之後直接把封鏡四個鎖點鎖上去就搞定了 喔 其實非常的方便 這也是目前Force做封鏡的一個非常 呃 還不錯的一個做法 直接做一個底座一個開幕 喔 非常好看 我們用各種角度來看一下 那如果我們坐在車上我們看一下 大概是這種感覺 坐在車上是這種感覺 把車上方看下去 厚度的話我們可以看一下齁 事實上齁真的是還蠻厚的 那加上呢 底座是很輕的 那基本上在大盾板支撐上面呢 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它真的還蠻厚實的 然後底座的這個方面的一個造型 事實上造型都做得還蠻漂亮的 整體的完成的一個精緻度還蠻高 那希望朋友們好好看看 我到麥克服商務就盡力來做一個選項 謝謝大家